那人竟冷不丁地狠狠地扯碎他的紫砂外衣 别怕 我只想确定一件事而已 不会伤害你 混蛋 你已经伤害我了 明成 你要我杀了我 福子近日之宠 我韩芸汐绝对百倍奉还 韩芸汐 我没有恶意 我只想看一看你背后的胎记 你若真是西情皇族之后 便是我敌族之主 我愿为今日的冒犯付出该有的代价 任由你处置 他毫不迟疑地撩起他的衣角 明成看到了那个胎记 浅浅的红 就像凤凰展翅的双翅膀 公主 属下宋瑟找到你了 很多时一言难尽 你且随属下回去 属下慢慢禀告 韩芸汐的嘴还被捂着 只能挣扎以示抗议 谁知凝成却一声得罪了 一掌披了他的后颈 让他昏迷了过去 公主 你醒了 凝成呢 属下底足组长凝成 拜见公主 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抬起头来 韩芸汐认真地打量了他一番 冷不定扬起手来 一巴掌狠狠摔在他脸上 骨齿 昨夜之事 赤属下冒犯了 请公主定下责罚 放了本王妃 韩芸汐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肩上担着多重的任务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你冒犯了我 你劫持了我 放我回去 否则后骨自负 公主殿下 龙非夜是西星皇族最大的仇人 你应该以当过他的王妃为耻 公主先前不知情 往后 请不要再以王妃自称 至于属下冒犯了你 属下现在就给你一个交代 他说着 冷不定挥起长剑 朝自己的脚砍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门忽然被踹开 哥 你疯了 没你的事 滚出去 你们做戏做够了吗 复仇复国都是我自己的事 不需要你们提醒我 更不需要你们逼迫我 明成 你想拿我当借口招兵买马 帮你嫡族跟龙非夜争天下 门都没有 韩芸汐 你知不知道 我哥哥十三岁挑起敌族重任 执掌云空商会 还要兼顾宁家军 吃了多少苦头 你知不知道 他有多少次被北利铁骑 踩在铁骑之下 断了多少根肋骨 才建立了宁家军 掌控天宁的西北兵戏 你知不知道 我姐姐宁安 背弃了青梅竹马的鸡上人 十五岁就嫁入宫 任由天会那个老皇帝糟蹋 你知不知道 这些年来 敌族上上下下多少人付出了无法承重 却必须承重的代价 这全都是为了你 为了西秦皇族 守护和效忠 是我敌族至高无上的使命和荣耀 即便你是西秦公主 也不能见她 韩芸汐 你知不知道影族的下场 影族当年 就剩下一个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影族是拿性命在守护你西秦皇族 你既是西秦皇族之后 你就必须该承担你该承担的重任 就算你辜负了所有人 你都不能辜负影族 一世寂静 韩芸汐跌坐了下来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之地 顾北渊 你到底知晓多少真相 你 可否也有复仇复国之心 韩芸汐 你不会到现在 都还惦记着龙非夜吧 韩芸汐 你好好想一想吧 这件事不管你答不答应 你都没有选择的预定 好 我考虑 韩芸汐终于妥协了 她确实需要时间思考 思考如何劝服敌祖 如何将计就计